军人年金改革 争议持续延烧 不仅上周说明会紧急喊咖 现在又传出修正法案踩刹车 要等到下个立法院会期 再进行审查 我个人也亲自的去面对了 一共11个退伍军人的社团 我们就当初我们跟联改会 我们整体协商的成果 我们后续的跟 我们的退伍军人跑者 我们大家说明沟通清楚 经历囚官辞职风波 退伍府会主委李翔咒 重回国防外交委员会备巡 话说的保守 面对军人年改楼地板 以及所得替代欲等问题 在野党立委仍然炮火猛烈 主委你不用在这里 你不用在这里讲 增加了4亿 你减少了21亿 增加了4亿 这个你敢说 包括他们争取权益在说 除了注意你的态度 你们既然把评估的方式都丢出来了 也认为那是一个方向 那你把全盘的全部丢出来 不然我们没办法评估 你这个到底好或不好 退伍会提出最低请领额度 楼地板4万元 但行政院只核准 32160元 民进党立委也有杂音 要求退伍会与行政院 尽快达成共识 我们就把所有的意见收成完了以后 我们会去拟定一个跟现在的版本 它的这个差别意义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是有改变的空间吗 还是说不能改 就你的态度来看的话 如果说是这样 当然是有改的空间 李翔舟蜡烛 两头烧 面对楼地板最低几副标准 退伍会及行政院都还存有起见 但从李翔咒一句 楼地板金额还有得改变 也透露最令人关注的最低请领金额 不见得没有改变空间 欢迎新闻 科幌明定向城 台北报道 台北报道